新的會期 馬上可能接下來新的政府在520 所會提出的NCC委員新的提名名單 我們也期待在國會改革 能夠盡速強化人士統一權的審查以後 善盡把關的責任 確保新的NCC委員具有獨立的專業性跟獨立性 不是像現在的陳耀祥一樣 成為執政黨的打手 以及媒體財團老闆的英權